漏电保护器一合就跳 不敢合了 做一个副位 断开电掌 漏电保护器下面就接一路线 下面接了一个清洗机 电线进了清洗机的配电箱 打开这个电路控制箱看一下 一般这种清洗机带加热功能的 里面有加热管 有水梦 看一下什么电器在漏电 哇 这里边东西挺多呀 带热机电器的应该是电机 接高温线的是加热管 这边是什么也不知道 闻着有一点烧糊的味道 能看到这儿有明显的烧糊的地方 这个应该是加热管电路 不知道是不是打的问题 这里面还有图纸 太好了 这是控制电路 后边应该还有主电路 两套加热管电路 其他还有些毛刷电机 这边还有调速电机 空压机 看一下这些电器漏不漏电 用万一表来测 一个表比插外壳 从这头开始测负载 表着用摆动 漏电 零线漏 测火线 也摆 也漏 看加热管电路 加热管也漏 这是三组加热管 火中间这一组更厉害 再看这一组 漏电 这也是一组加热管 这一组不漏 测的这三根都不漏 看看这些毛刷电机 不漏 这个电机不漏电 再往前看 这电机也不漏 最边上的电机 也不漏 三个毛刷电机都不漏 这套加热管漏电 这个下面的零火线是漏电的 测一下进线吧 进线零线肯定与地线是通的 是通的 再看一下三根火线 三根火线也漏电 把主线拆下来 就是把主进线零火线全拆开 把进线都断开以后再测量 看一下这根线 这个线是漏电的 看一下第二根 这根漏电更严重 第三根火线 漏电很严重 这也叫接地与外壳之间 表正应该不动 现在是100到头 那这个主线是哪一块在漏电呢 三根主线 接了一个相续保护器 后边又进其他的焦虑接触器 现在焦虑接触器都没吸合 它漏电很严重 难道是这个相续保护器有问题 把相续保护器拿下来 一眼就发现是它的问题 底座接线口这个地方糊了 糊的原因是底座下面有水 底座进水了 我说闻到一个糊味吗 就这个脚这个地方有水 三根火线接到上面 如果缺相和相续不对 它会断开控制电路 这个不用拆里面进水了 等下换个底座 它下面再擦干水 烘干 皮尔系没问题 再往里都没水 它这配电箱是倾斜的 水都跑脚这个地方来了 找一下其他的电路 下面是毛刷 再往这 小空压机 电线接头 我感觉是这里边的原因 里面有水 也就是这个接头泡在水里了 这个水比我想象的要多 把线头扒开看一下 刚才测的漏电应该就是进水的原因 你看我直接测这个线头 与设备外壳 表人轻微摆动 与电线外皮 也有摆动 与这个管 也有轻微摆动 这是因为这个线上有水 把水擦干以后 再测就好了 这个好处理 把水擦干重新做一下接头 再测 就好了 不漏电了 找一下漏电的加热管 在水箱里边 三组加热管 可以打开到这个接线部分 会不会也是进水了呢 三组加热管 新型接法 三项电 加热管的另一头连一起 在这一侧肯定是漏电的 是线漏电还是加热管漏电呢 那就把电线拆掉 这种加热管怕干燥 如果缺水 很快就烧坏了 拆掉电线以后 再测加热管 加热管完了 现在再拆这个线 电源线是不漏电的 只是加热管漏电 这三组加热管一头是连一起的 分开单独测量加热管 再给漏电 三根管都漏电 最里边那一根管一摆到头 漏电最严重 这个加热管先不用 把线头都包起来 现在测所有的主线都没问题 灵火线都不漏电 看一下这个底座里边 都烧糊了 击穿了 这个换个新底座 现在的核杂送电 当然没问题 除了下面的水不能加热以外 其他都好吃 电路一切正常 感谢您观看 请多自电 一送电接触器和电闸 马上就跳 看一下它跳的是 这一个漏电保护器 跳漏电保护器就是漏电呗 先送上电 再合上闸 它又不跳了 能增长开机了 拉下了以后再合 也没问题 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这控制柜里有几个变频器 还有几个电路板 现在设备能正常运行 但是有时候一送电 它就跳砸 送上电接触器吸盒就跳 那就测一下 一字表比测这个设备的外壳 因为是跳漏电保护器 所以我怀疑有漏电的地方 接触器刚一吸盒就跳砸 那就来测接触器下边的电路 看漏不漏电 这样测不漏电 我表比倒一下 刚才是黑表比测外壳 现在我把红表比测这个设备的外壳 黑表比去测接触器下面的电路 表针又瞬间摆动 很快又归位 再倒一次表比 把黑表比插外壳 红表比再测 看一下表针 还是摆一下就归位 归位以后你再测它就不动了 就像测电容一样 一瞬间对地充放电 对地漏电 你说表针摆一下马上归位 也能引起漏电跳砸 该怎么下手去查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它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下都跳 比如说每天早晨第一次开机 只要一停机 一开不定时哪一下就跳了 那就把接触器下面的零火线拆下来 接触器吸盒 下面的控制器才有电 这是四路火线四路零线 这头接近了变频器 它这个变频器是输入220V 变频器输出三向220V 给那个电机 我把变频器这一头的零火线拆下来 这几个变频器都拆下来 我测一下零火线于外壳 就是于地线 看一下表针摆不摆 也是来回的导标笔 表针摆动一点 摆动幅度不大 就是动一下马上归位 单独测每一个变频器 你看它的表针 就轻微摆动一下马上归位 不拆线的时候能摆动的厉害 拆开以后单独测量摆动的很小 很奇怪 你看变频器这个位置 有个拉手 可以推进去 也可以拉出来 这几个变频器都有 它有个接地标志 推进去接地 拉出来不接地 我刚才测的时候都是拉出来的 你说我要把它推进去 测电阻会有什么变化 测一下零火线于地线 这个没动 我再倒一下表比 再测零火于地 摆动幅度比刚才大 再倒一下表比 摆动幅度挺大的 这个变频器输出是三项220 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 或者其他的控制电路漏电呢 前面我把电机还有这些控制电路 都拆下来 现在变频器上面什么也没接 现在等于说单独测量变频器 这是测的零火线于地线 于外壳 表正摆动一点 变频器什么线也没接 还是显示瞬间漏电 我把这个拉手推进去 这几个变频器都是这个样 看一下摆动 幅度挺大 可以确定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这个设备是接着地线的 连着外壳 接地也很好 变频器的地线 与设备的外壳 也都是通的 接地没问题 你看啊 我把所有的小抽屉我都推进去 推进去就是接地 再来测一下 零火线于外壳 看看表正 摆动幅度很大 再倒一下表比 摆动幅度比刚才更大 测这个就指针表方便 直观性好 这样敢喝闸吗 我喝一下你看看 现在小抽屉都是推进去的 你看一下 一喝瞬间就跳 那个小抽屉拉出来 还能推上闸还能开机 这个就直接喝不上 你看啊 不给你任何缓冲的机会 马上跳 把这个小拉手拉出来 全都拉出来 现在能推上去 然后吸合也增长 但是它会偶尔有一次 一喝它 它就跳漏电保护器 怎么解决 这几个变频器 进线电源 不能接漏电保护器 所以说这个漏宝 换成普通的空开就好了 您有好的建议 请多多指点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